小伙伴们眼前所看到的紫色圆形蹦床 你们还记得它吗 当蛋仔跳跃上去 它就会把蛋仔弹在空中 可是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吗 随着新版本蛋仔岛的更新 紫色圆形蹦床已经被官方删除掉了 它已经离开了蛋仔岛 离开了每一只蛋仔玩家 你们知道吗 众所周知 曾经蛋仔岛的圆形紫色蹦床 它出现的位置就在睡觉的打工蛋 NPC左侧 如果你也见过圆形紫色蹦床 那么请为被删除的圆形紫色蹦床点个赞吧 把两只蛋仔一起弹起在空中玩耍 想想曾经在圆形蹦床上玩耍的我们 是多么的快乐 可是随着新版本蛋仔岛的更新 我和学姐发现 打工蛋NPC还是存在的 可是在打工蛋的左侧 已经看不到排列整齐的一排排圆形紫色蹦床了 它们被删除了 对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蛋仔大神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在最新版本蛋仔岛 我始终不敢相信 圆形蹦床已经被官方被删除的事实 我使用了蛋仔的相机功能 在曾经圆形紫色蹦床出现的区域 寻找了一遍又一遍 但是我和学姐发现 已经没有任何关于圆形紫色蹦床的蛛丝马迹了 小伙伴们在未来的日子中 你们希望那个 带给我们蛋仔快乐的圆形紫色蹦床 重新回到蛋仔岛吗